你 一个死人 要死了凤儿玛 蘑菇刀 什么 你说过 师父总是因为蘑菇刀 所以凤儿玛的死 跟蘑菇刀也有关系 你又知道了什么 蘑菇刀会用邪术操控尸体 把他们这些人变成 没有意识的野兽 邪术 操控尸体 听少爷您不是一向相信科学吗 就是因为不相信 所以我才要弄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算如你所说 那您又怎么证明 这伤口是被真的野兽给咬的 还是被像野兽一样的人给咬的 这个能证明吗 文字幕志愿者 室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经历导秀 您是否认为谁 至恨于清 少一根手指 死人 你怎么又抽烟啊 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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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个牙齿 是一个飘子的 是一个死人的牙齿 一个死人 要死了房儿吗 这棺材被人动过了 你怎么看出来的 没有棺钉 谁会动啊 我们呀 这个孙老七真的自己跑出来 咬死了缝儿马 不可能 确实不一定 起 这棺材被盗门走过了 你说是捣斗的 是 什么什么 什么 斗 这棺材已经被人动了 让他们别费劲了 而且你们看 有三尺鞘的痕迹 什 什么鞘 跳大神有文王谷和赶仙鞭 盗墓的有洛阳铲和三尺鞘 这些都是专用工具 那 那你们捞尸的有什么工具啊 没什么 就是一身的本事 你说有没有可能这口棺材 下葬的时候就是空的 孙老七根本就没死 贼不走空 如果是空关下葬呢 那么倒抖的 肯定是要取走一颗棺钉 现在七颗棺钉完好无损 所以他们肯定从这棺材里取走了东西 会不会是衣冠种 衣冠种是克死他乡 或者尸骨无存的情况下才会有 而且下葬尽量取权 死者生权衣物要完整的一道 孙老七虽然是曹运商会的红牌护卫 可也不是大富大贵之人 更何况 衣服是所有陪葬品中最不值钱的物件 盗墓的也不至于全部都拿走吧 那还有什么可能啊 这垃圾上 就归雀看了 这垃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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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一个大垃圾上 可是这垃圾上 这垃圾上 来 哪里呢 还是本地鬼啊 几个捣赌的小贼 会不会跟孙老七的棺材有关系啊 有可能 别急 我知道他们要去哪儿 哪儿啊 你去过 这马匪的招数也拿出来险呗 学有学不像 真是不怕劫仇啊 还有那什么鬼打墙因兵戒道 这都什么年头了 拿出来糊弄小孩呢 几位好汉爷爷 你们是哪条道上混的啊 正道上的 大道小道 睁大你那双贼眉鼠眼 瞧明白喽 就非要我把话说这么明白 还大到小到 这一位 就是我们曹运商会 新上任的丁会长 曹运商会会长 我他娘还是赢过灵师呢 还真是丁会长 丁会长 不好意思啊 失礼失礼 我见过你 快快快快 来来来来 丁会长 我在报纸上见过你老人家 你这儿身份 怎么又相拱过到我这儿来了 我来这儿干什么 你心里不清楚吗 你是为了那事 这不废话吗 丁会长都亲自出马了 还能是什么事啊 要是那事吧 确实是俺们办的不地道 怎么个不地道 是铁还没运出来 就先把阴酒户和真似手帕 顺走了 是孙老七吗 对啊 你看这会长都累了 难道你不是打听曹运的事吗 当然是啊 不过这东西啊 已经出手了 我们把钱退给你 亏点你了也瞧不上 讲话会就俺懂 邓会长 你说吧 俺们也发 这曹运商会打点你们的 还不够花吗 这位爷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 曹运商会定期都会给你们到门打点费 目的就是让你们不要动曹运商会的目 图个死者安宁 既然你说你们懂规矩 那就当着曹运商会会长的面好好说说 为什么要到孙老七的目 等等 鸡尾燕 咱们是不是聊茶匹了 什么意思啊 我们可是每一年 不管拿着你们曹运商会的打点费 但凡有头有脸的人讲 那可都是明白这个规矩的 这个规矩要是让俺们给破坏了 那俺们还怎么在江湖上立足 你刚才自己说 你们把陪葬的丝巾和酒壶给顺走了 还说你们没开孙老七的棺材 那东西啊是俺们的错 但是 苦衷商没拿钱 让俺们帮忙开馆 那可是另外一马的事啊 你的意思是说 曹运有人拿钱 让你挖孙老七的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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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一会儿 已经有点疯忍了